德国的退休年龄从65岁延迟到67岁 这个也是没办法 还有你们觉得德国引入那么多难民 真的只是因为胜母吗 大家好我是阿波罗 今天我跟大家聊一聊德国的养老 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养老保险的国家 是属于Bismarck在1891年实行的 在那个时候大家付的养老保险都是自己付给自己的 也是说你退休之后所有拿的钱都是你以前自己付的 但是这个很快就出了一些问题 因为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图货膨胀非常严重 人们在年轻的时候付的钱 在退休之后就不值钱了 后来德国在1957年实行了一个新的办法 就是用现在年轻人付的钱养现在的老人 当这一代年轻人老了之后 有下一代年轻人养他们 哇这个想法很聪明 所有的问题一下就解决了 是吧 其实没有 后来出现了更大的问题 有一种种原因 德国的生育率下降 年轻人越来越少 付养老金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少了 而且由于现代医疗的发展 德国老人的寿命也比以前长了很多 于是养老金再次出现了缺口 所以德国又开始想办法了 首先提高养老金的支付比例 从1957年的11%到现在的18.6% 第二就是延迟退休 目前德国已经把退休年龄从65岁延迟到67岁 据说之后有可能延迟到70岁 那这一切跟德国的难民政策有什么关键呢 德国引入的难民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德国政府会通过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措施 使这些人成为德国的年轻劳动力 这也是一个解决德国养老问题的方法 但是有人想问 这些年轻人有免费的住处 和一个月350亿欧的旧基金 不想工作怎么办 但是你反过来想想 如果你每个月拿着350亿块 和一大帮人住在一起 这样过一辈子你愿意吗 我觉得有机会工作赚钱过上更好的生活 大部分年轻人还是很愿意的 好了下课了 希望通过这个视频 大家都会更了解德国 有什么问题请写在留言里面 还有别忘了点赞 关注 转发和扔币 下次再见 拜拜